好 只能說平凡無奇的紙張 其實我們經過組合 幫它來個大變身 可以讓它變得充滿趣味性 比方說你看看 看起來好像很普通的紙張 其實經過組合之後 你會發現它可以像是 變魔術一樣合起來 然後送給朋友的時候 他會發現說 好有心意喔 因為原來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裡面寫上滿滿祝福的話語 或者是你想對朋友說的話 然後送給朋友 每一面每一張都可以充滿你的心意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展開這樣的一個小禮卡 希望送給自己心愛的人 或者是很在意的朋友 然後他一定會覺得很獨一無二 展開又再合起來 我們歡迎今天我們的紙張大根 Roof老師教我們自己動手做吧 歡迎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ose 好 我們展開了 這樣的一個展開小卡 你看看其實每一面 似乎都有點不太一樣 加上自己的小貼紙 都可以變得獨一無二 我們要請老師教我們做做看 今天要準備什麼樣的素材 好的 我們今天一樣準備尺 折現棒 然後口紅膠 刀片 然後奇異筆 OK 然後一些小卡片 自己喜歡的小卡片 然後貼紙 然後最重要的是要有色紙 對 花樣色紙 然後我們要有一個切割點 OK 這樣就好了 我們今天的主角原來是色紙 好 那我們就要請製服老師 教我們如何把色紙 統統都黏在一起 然後可以展開 再合起來 展開 都再合起來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先選一張色紙 對 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對折 那一樣 在對折的時候 如果你怕就是手會去割傷 或者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使用折現棒 對 這樣 稍微壓一下 是的 然後我們對折完 再對折 好 把它壓一下 對 我們會折出一個十字 然後十字折出來以後 我們需要折出一個三角形 對 我們的正方形要變成三角形 對 三角形 點對點 OK 折出一個三角形 OK 那一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折它的時候 我們需要拉合 對 所以我們需要它有柔軟一點 所以我們一樣正反面 都把它折一下 這樣讓紙張在可以折 可以凹的時候 都會比較順 不會去卡卡的 對 所以這些折痕 要請大家反覆折一下 是的 正反面都折一下 OK 好 折完以後 我們就是菱形的部分 菱形的點對著自己 然後我們把這個 這樣子 折 折一個菱形出來 那折菱形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怎樣的形狀 合起來展開 對 合起來展開 然後會變成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步驟要折三次 對 一模一樣的色質要折三次 對 折三次 那我們這邊有折好的部分 所以今天老師已經幫我們準備了三個菱形 對 那有發現有一個是白色的 對 有一個是我們把圖案折在裡面 對 那因為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清楚一點 我在上面有做編號 好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的形狀 然後這一張我們就稱它為A紙張 然後跟B紙張 還有C紙張 對 那其實它剛剛的折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 那我們現在要幫他們三張結合在一起 OK 那我們把這個A紙張打開的時候 一樣菱形是對著自己 我們就把它在這個菱形框的範圍內 塗上口紅膠 這邊特別有寫了一個膠字 就是我這邊要上膠 那我們把它塗上去 就只有這一塊菱形是需要上膠的 是的 那我是希望說大家在塗紅膠的時候 是可以把這個四個角很重要 把它整個貼滿 黏滿 不然的話到時候它會翻起來 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把B打開來 B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我們是需要這樣子的 把有花紋的疊在上面 是的 好 我們菱形對菱形把它黏上去 這時候呢我們把兩張組合在一起了 對 然後呢 這邊也可以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要白色麵對白色麵也是可以的喔 對 像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就是白色麵是 你看 我們打開的時候 是全部都是白色麵 因為你看我翻另外一邊 對 一樣的花紋 對 不是說有白色交錯都是一樣是有圖案的 對 所以看大家喜歡 對 像我另外一個展示的呢 它就是藍色跟紅色 對 交錯的 是交錯的 好 等一下有機會打開給大家看 是的 我們請老師示範把第三張色紙 對 黏上去 那我們第三張的話 C呢一樣 這個膠的部分 也是一個菱形喔 然後我們把它黏上去 有寫膠的地方我們都要記得上膠 你也可以像老師一樣先自己呢 用筆做好記號 才不會忘記 是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是會用那個色紙 把它剪成小區塊 然後把它黏上去 所以呢其實這些字都會擋住 喔 我看到了 我們是把花紋也是蓋在白色的菱形上面 是的 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展示三種不同的造型 看大家喜歡什麼樣的堆疊方式 對 OK 那這個組合完以後呢 我們要像 像 不好意思 這個一樣 是的 像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在上面做一些裝飾 裝飾 對 那這些裝飾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一樣要自己用手工去裁 那我們裁它的時候一樣是用色紙的部分 我們今天呢其實完全都是利用色紙在上面幫它加一些添加 比方說剛才老師特別示範的藍色跟紅色你看 背面呢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堆疊效果 而不是通通都是藍色的還是有紅色的 有漸層的感覺 而這一邊呢上面這些點點啊 或者是上面這些紅色的圖案啊 通通都是我們用色紙去裁的 我們現在請老師開始示範 裁一小個出來 好的 那因為裡面呢我想要讓它繽紛一點 所以我選了這個炫光色紙 對 它就是會其實會有反光的這個效果 那 因為 紙張跟紙張一樣大的話 其實我們在裁的話 它貼上去 可能就是會 呃 太飽和 對 我們想要有一點點的 框在外面的效果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一樣大張的色紙 可是我們的邊可以裁掉一公分 所以我們想要做出一些邊框感 比方說你看這個 你看這一張 這張呢邊邊就是特別有流出了像這樣子 邊邊有流邊的感覺 或者是像底下這一張有流邊有沒有 我們就有點邊框來交錯 這樣看起來其實呢會更加的跳 是的 那就是我們裁的時候要有點小技巧 就是我們這邊 呃 左邊的這個邊框已經裁完了 我們不可以再裁右邊的喔 我們要記得是翻過來 要讓它一樣是呈現正方形的 對 這時候是四邊都裁掉一公分嗎 是的 只有兩邊 兩邊 對 我們等於說讓它縮小了 縮小了各一公分 對 然後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 一樣摺成正方形 好 一樣的方式 是的 記得要壓一下喔 是 因為炫光紙比較硬 所以會建議就是 還是 還是拿輔助用品 比較好 另外一邊也是要摺一個 長方形出來 是的 好 那我們正方形摺出來以後 我們就是直接用美工刀 可以這樣子 對邊的切 那如果會擔心切歪的也可以拿尺 這樣子 對 那像我的話 因為已經習慣了 對 所以我的話 我就比較快速的話 壓一下 直接 切割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OK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出來的形狀 我們就可以貼在這個部分 可以貼在上面 那這個三角形的部分呢 也是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對摺 摺出三角形 對 然後一樣 我們壓一下 把它切開 好了 這樣子我們的三角形就出來了 嗯 這時候我們還是要運用膠水 把它黏在上面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自己去配色 看你要怎麼樣去做 交錯的感覺 對 然後 建議就是可以選一些繽紛的色紙 對 它做這個美編紙還蠻好用的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因為已經 有事先已經都裁切好了 喔 對 那我們來一一把它黏上去 所以今天Roof老師準備了 蠻多各式各樣不同顏色的材質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平貼上去 然後位子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錯開啦 不用通通都集中在一起 你看 我們這一款呢 水域點點的 是這樣子有沒有 在對焦 然後呢 比方說白色的也是在對焦 所以呢請大家做的時候呢 稍微還是要錯開一點 不要通通都用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能就沒有那麼好看 對 就是做一點小小的變化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對 那像現在的話呢 我們要貼上 我們並不是在主體上去塗焦 因為我們剛剛裁切這張是比較小的 對 所以我們在貼的時候呢 是焦是要貼在這個 裁好的紙上面 喔 這時候呢 我們是要把焦水 把它呢 塗在我們裁出來的正方形上面 是的 然後一樣我比較重點式的就是四個角 一定要黏到 然後至終的去把它黏上去 OK 我們黏好一塊了 是的 好 我們可以陸續的把它完成 好 喔 其實它的原理都是蠻雷同的 而且呢 我們幾乎呢 重複性蠻高的這個作品 是 就是靠自己發揮創意去拼貼 對 它主要其實就是 可以增加小朋友 或者是想送禮物的人的那個心意 然後它譬如說生日卡 那它可以在這個造型上面 就做出可能畫生日蛋糕啊 之類的 或是情人卡 情人卡的話就是畫一些愛心啊 它在選紙上它就會去做一些構思 我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們也請老師在紙片上面 稍微寫下一些祝福的話送給大家 好 那到時候如果小朋友自己做完之後呢 你也可以像老師一樣寫一些 比較溫馨的字句 或者是說呢寫一些 感謝別人的話 然後送給別人的時候呢 你看老師特別是有特別在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外殼 然後呢我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呢 有沒有 就像是一個小小的一張小卡片 結果沒想到裡面大有玄機在 非常的特別 好等一下再教大家做 我們現在看老師 已經把四片水域點點都上好了 對然後我們就可以拼一下 來看看這樣子 建議先擺設擺設上去 然後再去做黏貼 不然的話就是會手忙腳亂 會不知道說哪一個貼到哪裡了 然後要怎麼搭配 大概就是先擺一下這樣子 我們先自己對一下位置再貼 這樣子 好很好看 對然後我就把它放在邊邊 然後一樣繼續完成它 一樣這個三角形的話 一樣就是重點是 就是三個點一定要上到腳 記得喔特別是腳腳 邊邊的地方一定要有膠水 對 那用口紅膠的好處就是 像我剛剛擺上去 可是我還沒有確定位置 對我就可以快一點把它撕下來 那如果是用雙面膠的話 就沒有辦法 再移動了 對可能紙張就會破掉了 好大家可以像老師一樣喔 先把你要的位置固定好之後呢 一片一片的上會比較快 那記得就是置中 三角形跟正方形都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置中的貼上 然後你看我們一定要在邊邊角角的地方 確保都有上膠 基本上來到這邊就是比較重複性的動作了 所以小朋友這邊都可以自己亂貼亂拼亂發揮 沒錯 甚至你也可以不用用水域點點 你也可以貼一些比較直線條的 或者是全綠色全黃色的去貼 也都是可以的喔 有發現老師現在已經快要把我們的底做完 但其實底做完還有其他的細節 比方說我剛才跟大家示範的外殼 外殼要怎麼做 等一下要問一下老師怎麼做我們這個 小卡片的外殼 然後還有打開裡面呢 其實你會發現有一些有貼紙 像這個沒有 可是我們這個 比較花色比較豐富的 你看上面是有貼紙的 我們等一下還要請老師示範呢 把我們的貼紙貼上去 然後所以這邊會比較花一點時間 甚至最後會請老師呢 如果有時間的話寫一些祝福的話 送給電視器前面的朋友 有我們現在呢 準備再黏最後幾片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其實 還沒有完成喔 還有一些小細節要注意 是的 我們現在都在把我們的三角形 稍微拼貼一下 對 這個部分就是 其實小朋友其實還滿喜歡這個部分的 對 他們覺得黏這個東西很好玩 而且你看很療癒 比方說大人也可以在旁邊 幫忙小朋友一起黏 然後找到自己喜歡的位子跟圖樣 真的 他們做出來的時候就會很有成羞感 這就是我們大致完成的半成品 對 半成品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裝飾 然後我們還要做腰帶 幫他再做一個外殼 對 我們要做一個腰帶 對 三角形 讓我們繼續幫他裝飾完成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發揮創意家裡的貼紙 拿出來用 我們可以用貼紙 然後或者是說拿一些奇異筆 奇異筆的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顏色 來增加它的色彩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一款奇異筆 來教大家大概的框線 那框線的話呢 我的畫不會只畫一種 不然的話就是如果只有一種的話 就會太單調了 所以我可能在框線上啊 我可能會加蕾絲 就很少女性 很少女系的樣子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邊框畫粗一點 是 這個部分也是孩子很喜歡 然後甚至看你 像有些人他翻開以後 他希望是這樣子朝著自己是正面 那有些人他會希望是直式的朝著自己 所以在繪圖的時候呢 你就是看你是要這樣子還是要橫的 那如果說我們要直的 我想畫個小愛心 我可以畫在這邊 對 然後像這邊的話 我就是會可以做不同的效果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幫忙畫一個邊框 甚至你看看喔 你如果有不同顏色的水彩筆的話 你當然也是可以用其他的顏色 對 我們都用一些不用太高超的繪畫技術 對 然後就是去點綴它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在我們的要準備要做好的 我們的紙上面你可以塗塗抹抹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圖案或花紋 我們都可以加 對 其實很簡單的 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現在老師在畫的是有點像是小窗簾的感覺喔 對 有點印度花紋 這是我們的第三片 對 我們等一下其實每一片都可以畫不一樣的感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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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你看我並沒有換多少的顏色的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 那主要這個框線呢 也是要讓這個作品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所以我們故意呢 這邊特別選了顏色比較鮮豔一點的橘色 好 這時候呢等我們畫完 我們再請老師再貼幾張貼紙上去 好的 當然了我們白色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寫上一些祝福的話 甚至要送給朋友的話都可以 是的 OK 然後那因為我們說到貼紙 因為貼紙就基本上我們就是要點綴用的 所以呢有時候我會在文具店啊找一些有亮邊的 有金邊的貼紙 那或者是說比較顏色比較鮮豔的貼紙這樣子 所以呢大家呢在選貼紙的時候呢可以多一點巧思 你可以選一些面積比較大的 甚至比較凸出來的 有一些不是立體的貼紙嗎 對 都很可愛 然後像我很喜歡金邊是因為一打開就很亮 看起來blingbling的 對 好這邊呢你看喔 陸福老師呢要教大家稍微的選擇幾張貼紙之後貼上去 然後讓它的豐富性呢會更加的提升 是的 好的 那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剛剛還有一個腰 外殼 對 還有一個腰帶 腰帶的話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樣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色質 然後呢我們把它摺成四等份 我們可以先對切 剛剛我們有教過大家 還是要摺線棒去摺一下 嗯 然後對切 然後因為我們需要長一點的寬度 所以呢我們需要兩張 我們需要兩張四分之一的紙條 好 再把它化開 是的 我們需要這兩張 OK 然後我們就直接 也是拿出我們的膠水 是的 口紅膠 在邊邊的地方上一點膠水 對 先把它們兩個線接在一起 OK 然後把我們剛剛的卡片折回來 好 記得把它收好 是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折過了 其實你只要這樣輕輕地拉 它就回復原狀 然後呢對準它的大小 好 我們量一下它的長度 稍微再對一下 因為多餘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是不是要把它裁掉 是的 你看 比方說這一塊白色的 我們就把它稍微裁掉 對 另外一邊也是我們對折下來 對 我們就是不要讓那個 腳腳稠稠跑出來就好了 同樣白色這一塊呢 我們也是拿美工刀把它裁切掉 OK 然後把它黏上 好 這就是我們要幫它做的一個腰帶 等一下當然還是會再套上一個裝飾 對的 那這邊如果稠稠的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等一下會黏那個小卡上去 OK 好 那我們剛剛準備了這個小卡片 小卡片的部分呢 看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卡片做裝飾 把它再貼上去就好囉 好的 然後一樣上膠 在正中央把它貼上 這時候我們的卡片呢 展開小卡片 就正式大功告成啦 我們秀給鏡頭看看我們的最終瓶 像這樣子幫它加一個腰帶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攤開 鞋上滿滿祝福的話 這就是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非常可愛的手工卡片 我們謝謝入伍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那我們多多快樂學童 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拜拜 有聽到吧 對 來吧 給大家啦 的話 我們атели估計一本 不急 在沾翅 我們在這邊